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喝嗎? 好 我給他醉了 有一個算是 算是那個師傅 就說我沒有機會當那個演員 然後我就覺得 也有可能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看PTT 台藝大 在爭那個 他們算是紀錄片還是什麼的那種演員 然後有薪水的 就想說 就是有興趣 然後也當作打工 我就去了 對 那時候還有那個就是 經紀公司的那一種 我也有去民視 真的 超白癡 可是後來經紀公司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騙局 因為他是說 就是去 然後要 要拍照 然後就是要繳錢 什麼 可是後來大學生 因為沒錢 就沒有 可是那個台藝大 那個影片是 還是有去拍 對 他那個片名叫做禮物 然後是 算是一個男生 然後 同時有兩個女朋友 就是要應付 兩個女生之間的事情 對 我以為我有天分 其實我 我最想當的是 武打演員 哈哈哈哈 可是沒有 沒有人找我 哈哈 就可能像 真子丹這樣 哈哈 哈哈哈哈 超噁 他搭上我同學 我才知道他們就在一起 都偷偷來 大學的時候 超噁 有一天我同學 怎麼會穿他的外套來 原來他們兩個站 然後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叫誕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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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情蠢 哈哈哈哈 發生什麼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沒有辦法 我們學長比較 感情比較豐富 哈哈哈哈 最後面 最後面遇到了情傷 算小雲知道嗎 不知道 我們學校後面的 港口馬頭 不要啦 其實也沒什麼 就會情所困而已啦 那知道為什麼 太多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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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下去 齒底 很靜一下 會不會有選擇出現 哈哈哈哈 因為我爸以前是在台北上班 所以我其實小時候還蠻像我 往台北發展 填 大學資源 我全部都填台北 其實剛上的時候我就覺得 如果以後有機會 我還是想要留在台北這樣子 退伍之後 我就是 跑到高雄 因為我想要找那個 我們本科系的工作 一半也是為了前女友 哈哈哈哈 這一段要 姐姐會生氣嗎 應該不會吧 哈哈哈哈 畢業之後就沒有 一般人會留在那個 讀書的地方 對啊 我是跑到高雄的地方 對 是大學同學 不是耶 也是在那個臉書認識 臉書認識的 對 那你跟你老婆怎麼認識的 也是在臉書 哈哈哈哈 我回來沒多久之後 就認識我現在的老婆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再 有一天再到外地這樣子 我不覺得你們回來 今天是有 帶動更多人 願意回來 就像你說的 你一開始回鄉的時候 其實很孤單 但是越來越多人回來 對 每個人的回來 我都會覺得 其實還蠻行為的 就會覺得 欸 那大家其實 認同這個村子 仙霞之餘 可能村莊需要幫忙的地方 我們其實也都很熱議 就是說你去年九月 有開車出去幫忙 颱風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什麼幫忙 我其實已經在睡覺了 然後我老婆把我勞醒說 欸出大事了 怎樣出大事這樣 她就說 那就是 風田其他年輕人都出去 幹嘛這樣 淹大水 就是整個風田淹大水 怎麼可能 從小到大也沒有淹那麼 淹大水過我的經驗 對 然後她說好 好我去看一下 然後一開車發動開出去 真的嚇到 怎麼會這樣 趕快急著去找 找那些其他人這樣 就真的是 太誇張了 我手機來放你車上好不好 我手機要沒電了 我兩眼中 很強欸 快站不住了欸 然後隔天前 才發現 欸 我的車牌為什麼不見了 哈哈 就真的水大到直接蓋過我的眼睛蓋 對 你最後修車花多少錢 真的是好幾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是在淹大水 你也要去嗎 我大概還是會出去 為什麼 那我籃就賤了 哈哈哈哈 喜歡挑戰極限 哈哈哈哈 你不是說你以前是籃球校隊 我是啊 我曾經是啊 不是啊 高一的時候 你那個是不是沒有門檻 蛤 是不是沒有門檻 有 很多人被推掉欸 帥就可以是不是 因為他那球好上籃啊 好欸 然後上籃帥 對 這個算就 會 籃球隊 這到底搶不搶 超久喔 哈哈 我以前蠻會打的 真的喔 不協調 協調是因為車禍之後 手受傷 總統 你有跟檢家慶打過籃球嗎 檢家慶 檢家慶 檢家慶會打籃球嗎 那都搶的 其實我去高雄之前 有鬧過一段佳音歌 兩個人的工作 一直很反對 就是說重話 對 那我就裝死了 我就走了 但也其實就一年就回來了 大學不是有一個新生訓練 兩天一夜的術 然後我就去 第一天晚上 睡在我們學校的宿舍 半夜五點多 我就做了一個很怪的夢 就是夢到我爸吐血這樣 我那時候是驚醒 我覺得好像怪怪的 好像不妙 心訓我不要參加了 我就直接打打車回來 回到花蓮的時候 我爸是被送到慈激醫院 但是我們已經習慣進出醫院了 所以我就去醫院 然後跟他講個話 他說他要住院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跟姊姊回去幫你拿東西 就是換洗衣服這樣 再半路 然後護士就 想到那一種我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我回到半路 然後護士就打給我說 然後就說 那個爸爸走了這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當下就很崩潰 對 就覺得 怎麼那麼突然 就是 才剛跟姊姊講說 我們回去幫你拿東西 然後 就怎麼這麼突然 就離開了這樣 對 其實這個事情 好像現在講起來好像 就是剛發生而已 對 反正就很痛 對 護士告訴我說 那個 爸爸是 不想 讓你看到 他最後斷氣的樣子 所以是叫你們 就是先離開這樣子 對 那所以 所以我 我到醫院我就一直 咬他咬他 但是 就是已經走了 就是 他也沒有 沒有辦法急救 就是直接走 對 然後 張假結束之後 回到宿舍 就是 每天晚上 我 我住六宿 第六宿舍 然後 我們室友有四個 就是 就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有偷哭 可是我哭很小聲 我是躲在棉內裡哭 可是 後來室友告訴我說 就是不要那麼難過 我就說 欸 你們怎麼知道 我 我隱藏得很好吧 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沒有 其實他們都聽得到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 呼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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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呼 呼吸 呼 呼 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